今天是二二八事件71周年的日子 事发之后呢 其实在台湾曾经有长达48年的时间 政府对二二八事件避而不谈 直到一位关键人物的出现 才让政府公开道歉 他就是林宗义医师 他是台湾精神医疗的开拓者 而他的父亲林茂生 是台湾第一位留美哲学博士 不过也在二二八事件当中罹难了 林宗义因此投入二二八事件的平反 协助遗族组成组织 向政府来讨公道 那么林宗义在2010年过世了 但直到现在 他其实还有一个遗愿没有实现 是什么呢 我们一块来看 台湾精神医学先驱 林宗义医师从小就被父亲 也是台湾第一位留美哲学博士林茂生 灌输台湾人的主体艺序尊严 然而父亲林茂生却惨遭 二二八事件 强忍失去置心的追星之痛 林宗义投入精神医学 心理卫生与儿童特教等领域 为台湾精神医疗拓荒 1987年台湾检验之后 近70岁的林宗义 投身二二八公益革命运动 协助遗族形成组织 在林宗义的推动下 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 终于代表政府公开道歉 迈向转型正义的第一步 然而2010年7月20日 林宗义逝世于温哥华 享年89岁 呀 真的是基地了 位在内湖郊区 约1.2公顷的山坡地 是林宗义生前 埋给母亲疗愈丧夫之痛的地方 然而过去白色恐怖时期 林家遭受政治压迫 迁居瑞士之后 政府将这一带 共30多公顷 包含林家的地 化为公园预定保留地 但近50年来 政府却任凭土地荒芒 而林宗义想在这儿 再做纪念公园 补卫228一族 现在政府有那个转型正义 那对 我觉得对政府来说 如果给我们 看这个case的话 这是实在是容易的事情 而且是真的是转型正义 2017年底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 林宗义家人 呼吁能借此实现林宗义遗愿 慰藉228亡灵与遗族 民事新闻 外出闻 廖真宜 台北报道